郭德纲问高圆圆通俗向盛接受吗?圆圆,我庸俗也能接受。底线很低的。 高圆圆上某综艺节目,期间郭德纲问高圆圆,听了这么多年向盛,哪段你印象最深啊?高圆圆N聊一下,没有马上回答。 郭德纲问不会哪段都不声都没听完过吧?高圆圆立马解释说,没没没,还向老郭列举了好几个他听过的象证明,都是特别爱听的,还不止听一遍,听各种版本。 这话说的老郭倒是可高兴了。 不过郭德纲自我调侃说,这一两年自己的一些相声作品更通俗一些,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体育馆演出,还是一副集为主,特别资深的相声观众,在现场他不会特别满意。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,可能有时候略微俗一点,你,能接受吗? 我说的是同俗而并不是中俗。 高圆圆笑了笑说,我庸俗也能接受,底线很低的。女神这回答果然很直爽啊。毫不掩饰。 郭德纲表示,天下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形式和一个演员,能被所有人都接受,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事。 所以说,有不喜欢也有喜欢的就得了,图一热闹呗,反正我把这玩意看得也简单,不是不尊重艺术,说到跟一句话,不管是做什么的,它就是一手艺艺工作,养家糊口呗。 你愿意升华,那是另一个层次,往第一处说就是找一活干。